兩隻黃色小鴨 緩緩離開愛河港邊 在樂隊音樂聲中 移動到18號碼頭 最後巡禮 可愛呆萌小鴨 在港都停留一個月 25號傍晚跟高雄說拜拜 也是會可惜 因為連攤位也會 都會慢慢的都不見了 可以逛的地方 也會變少了一點 就時間限制才會比較好玩 有一點可惜啦 遊客們把握機會 拿出手機拍照留念 小鴨還送趴 不光遊客捨不得 週日晚間六點十分過後 將不再有夜間展示 黃色小鴨 髮夾玩偶彈力球 展期最後一天 攤商開始大甩賣 原本一個小鴨髮夾五十元 稍有瑕疵變十塊 一次買一整袋六十隻 也有小鴨彈力球 一顆五十三顆一百 有攤商給出清價 也有人堅持原價 這個一個五十也有八十的 現在都賣五十塊 你看都特別加工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 這個大盤都算我們一千十五塊 黃色小鴨為高雄 帶來龐大商機 觀光局統計截至二十五號 突破九百萬人次朝聖 創造一百四十億觀光產值 我想也可以許願十年後 小鴨再次回到高雄 跟大家見面 呆萌小鴨席捲高雄 從開幕到閉幕 滿滿儀式感魅力無邊 也讓大家敲碗 期待小鴨再度光臨 三藝新聞 田巨大學師廷 污衛山高什麼道 和黃色小鴨say goodbye 遊客趕在展期結束前 要拍的還有這個 一二三 我們撐最後一天 在這裡 它很可愛啊 就很像一個屁股在那邊 很好拍 旅運中心旁空地造型 像鴨子跌倒屁屁鴨 一曝光就爆紅 還差點搶了黃色小鴨風采 一片片零件成型 運到港邊加以組裝 屁屁鴨誕生在高雄港邊 解密屁屁鴨的內部是 剛垢支架 黃色鴨身和橘色鴨角 屬於FRP 也就是玻璃纖維 強化塑膠塑型 高度超過六米 重量有大約兩噸 而展期結束之後 屁屁鴨要去哪裡 可以留著做幾年 因為它可以作為一個 街頭的裝置藝術 對 因為這樣子市民 就可以再另外找時間過來 而且也可以形成一個觀光的地標 對觀光發展是有幫助 這一次非常受歡迎的 還有我們的裝置藝術 我們的屁屁鴨 那當然還有包括這個 黃色潛水艇 黃小亭等等 特別為這一次黃色小鴨活動 向小鴨致敬的這些裝置藝術 來進行一致展 那目前可能的地點 我們都還在評估當中 遊客走完一趟 把屁屁鴨當成港邊的地標之一 觀光局不排除 讓爆紅的屁屁鴨 以往高雄其他景點 繼續吸睛 三地區委田區黨 翁玉文 高雄報導